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工作变动 因为家庭原因等等 那么可能会搬家 要么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 有的时候从一个service center 搬到另外一个service center的服务范围 地理位置 有的时候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附近的地区 也可能比如搬到更好的房子 更好的学区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看到 申请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搬家的问题 这个本身当然搬家并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但是在绿卡申请过程中需要注意 因为像我们要提到的 搬家往往会造成移民局给申请人的材料 没有及时收到 因为大家知道移民局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部门 他们寄材料给申请人 到目前为止 一般都是会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另外一个部门 就是通过邮局来给寄的 然后不会通过快递 比如说UPS FedEx等等这些办法来寄 有的申请人说我对我的申请很重视 我能不能多出钱 让移民局用更好的办法来寄 不行 移民局只会用平信来寄 包括对你很重要的材料 比如说你的绿卡 像这样 那么对有些申请人 比如说他住在楼房 很多住户都共用一个大的信箱 当然里面分成很多格 但是邮局的人在投递的时候 往往会投递错误 这个我相信在美国生活过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那么有的人住在House 有的时候邮局也会有投递错误的问题 那么这个还是平常的 那么如果搬家以后 邮局不会forward来自移民局的重要文件 有人说我已经跟邮局注册了 所有邮件都让他转到我的新地址 OK日常的商业邮件 广告邮件 垃圾邮件 邮局都会给你转 但是来自移民局的重要文件 邮局不会给你转 那怎么办呢 他会给你退回到移民局去 那么大家知道呢 现在有的时候140申请要几个月 完了以后呢 等排期又要等几年 485申请又要几个月到一年 那么这个过程中 申请人经常呢 会有比如说你的收据 批准通知书 EAD卡 或者你的绿卡 还有的时候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等等 要打指纹的 interview的通知 等等 绝大多数情况下 移民局都要通过评信 邮寄给你 那如果你搬家了以后呢 你需要及时的更新地址 那么首先呢 按照美国移民法 任何美国公民以外的个人 包括持绿卡的人 持各种签证的人 申请绿卡的人 但搬家以后呢 10天以内 理论上呢 需要填写一个AR11表 然后这个表呢 现在可以在网上填写 然后来更新地址 在实际中呢 这个坦率的说呢 这一点并没有严格得到执行 但是呢 从保守谨慎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建议申请人 注意这一点 在搬家以后 及时的更新地址 另一方面呢 仅仅在网上更新地址 是不够的 不幸呢 这有的时候吧 任何机构嘛 难免会有疏漏啊 等等这些地方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结果吧 就是说很多时候呢 申请人说 哎呦 我已经在网上更新地址了 但是呢 移民局说我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 那怎么办 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 如果你的申请已经提交了 正在判定 你可以给移民局打一个电话 然后呢 告诉他 你有申请 正在移民局这里处理 你的申请号码 你的姓名 出生日期 告诉他你从什么地址 搬到了某一个新地址 然后确认移民局收到了这种改地址的通知 像这样呢 移民局一般来说 就可以把材料寄到你的新地址 我们录制这个视频原因之一呢 是很多申请人遇到了这种问题 有的说呀 我搬家好麻烦 你知道有好多事情要考虑 我就没有注意到 说这个移民局的信我没收到 现在我要怎么办啊 有的时候就很麻烦 会耽误事情 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呢 也是有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客户们通过我们来办理 首先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会收到一份来自移民局的通知 这样呢 我们有这个duplicate copy 比如说移民局要补充材料啊 或者是要通知个人去打指纹啊 面谈啊 像这样 都会收到来自移民局通知 我们会告诉申请人 另外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对于一些重要的文件 像你的绿卡 你的公卡 ead等等这样的材料 原则上呢 移民局是要寄给申请人的 但是如果你通过我们律所来办理 那么我们律所呢 可以在代理申请人的G28表上 标记上 让把重要文件寄给我们 实际上呢 有一些申请人就是这样的 他因为一些原因在美国住址不固定 然后呢 他这个申请在批准以后 绿卡或者回美证或者别的材料 寄到我们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用挂号信 或者其他办法寄给申请人 避免丢失 这个呢 不仅仅是在绿卡申请过程中 比如有的人拿到绿卡了 然后呢 他要有几年在中国工作 像这样的情况呢 那么他就没有合适的在美国收信的地址 那怎么申请回美证呢 一样可以由我们律所代为收转 我们有不止一位客户是这样的 用我们的地址 然后收到了批准书回美证以后呢 我们会在forward给申请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事 但是呢 申请人在过程中如果不加以重视 那么有时候会造成重要文件丢失 或者有的时候申请人 包括有的他已经批准了 但他们一直没有拿到批准书 对后续的申请也造成很多的麻烦 所以呢 我们录制这个视频 注意提醒申请人 考虑到搬家以后 及时的更新信息 或者如果申请人预期 从开始申请绿卡 今后几年 可能要有不止一次变动地址 那么也可以用我们律所的地址 相对来说会固定 我们也会及时的forward 这个收到的材料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 关于申请绿卡过程中 申请人的搬家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